为什么有些人即使资金不充裕 没太多钱 也是想着要移民呢 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国内不好 而是某种程度上讲 国内竞争太激烈 太卷 移民到海外 大概率上来讲 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虽然像非洲和拉美这样的国家 很贫穷 很贫困 而且福利很差 人均收入甚至比我们国家十年前还低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中国人前往当地做生意 为什么 因为海外赚钱这些地方存在信息差 赚钱的机会更多 在国外 开店的外国人基本上都是早十点晚六点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家庭生活 更注重的是休息日 更注重的是礼拜日 在海外生活 在海外工作 有一点就是相对没有那么卷 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的企业 比如说餐馆 24小时营业的海底捞 比如说一些唐人机的一些中产 营业到很晚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甚至有些国家有一个说法 有个传统就是 圣诞节那一天要去中餐馆吃饭 它不是因为中餐馆好吃 而是因为当地的其他的餐厅基本都关了 只有中国人坚持到最后 欧美国家的无论是卡车司机 建筑工 木工等等职业 动辄几十万的年薪 但长期招不到人 外国人不愿意干 因为太累 但却是很多中国人愿意追求的梦想 因为能赚更多的钱 在国内 你开卡车一年赚个一二十万 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开卡车 一年有可能能赚六七十万 而且工作的强度和压力 比国内要轻重很多 在国内吧 狼多肉少 狼价高得离谱 35岁可能就要开始考虑中年危机了 与之相比的是在海外 你可能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和更简单 更舒适的生活条件 有可能你赚钱不如中国多 某种情况下 但是更多的人移民海外 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选择一种 简单的平淡的生活